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上一期視頻當中 我們曾經講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在1月19號曾經派出過一個專家組到武漢去考察 當地的疫情,考察了之後 專家組的組長鍾南山院士就向中央提出過一個建議 把武漢劃定為防疫隔離帶 然後對整個城區進行封鎖封城 這個建議當時沒有得到中央的批准 現在看起來疫情又嚴重了很多 所以中央改變了主意,決定封城 在1月23號早上10點鐘正式開始封城 所有進出武漢的這些交通工具 包括飛機、火車、輪船還有長途汽車全部停止運行 而且還派出了中部戰區的防生化部隊進駐到武漢 還派出了其他的作戰部隊到武漢的周邊 開著裝甲車開著輕型坦克到了武漢的周邊 幹什麼呢?封鎖所有的交通要道 不僅僅是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夠進出 私家車也不能夠進出了 除非是有特殊的旅遊經過批准了之後 人員才能夠進出武漢,否則的話全部禁止 整個武漢市現在是被圍得鐵桶一般 封城是極端之舉,是非常大的動作,是不得已而為之 但是封城也要很多的條件才能起到真正的防止疫情擴大的作用 但是現在看起來所有的其他的這些條件都沒有滿足 因為中共的這個防疫體制是一錯再錯延誤了最好的時機 而且封城的採取的措施也是不正確的 其中有一些非常愚蠢的措施 第一個不正確的就是防疫體系不正確的 就是在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沒有及時的採取動作 疫情最初發現是在12月初也有說是在11月底 那個時候實際上是最容易防治的 那個是防治疫情擴散的一個黃金時期 因為疫情擴散一般是按照幾何級數擴散的 最初的時候可能就是幾個人甚至是一兩個人 那麼他們接觸的人的範圍也是很有限 如果那個時候整個的防疫體系就調動起來 當你們看到了有新的病毒出現 有新的症狀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整個防疫體系就應當警覺起來 應當全部激活來應對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沒有做,如果那個時候做那是非常容易的 你幾個人把這幾個人隔離起來 和他們所有接觸過的人全部都隔離起來 觀察一段時間沒有事情就把他們放走 有事情就留在那裡治療 這個事情就不會擴大到現在的這個程度 但是那個時候整個防疫體系完全是處於休眠狀態 所以事情不斷地擴大,病毒不斷地擴散 那麼到了一月初的時候那時候還有機會 因為那個時候如果是採取行動的話 那也比現在要好得多 那時候可能被感染病毒的人有幾十人上百人 他們接觸過的人可能就幾千人 那個時候如果整個武漢市的防疫體系都調動起來 還是完全可以處理的,如果在全國再對他進行支援 那就更是力量綽綽有餘,但是那個時候他們不做 他們在幹什麼呢?他們在抓造謠的人 就是那些網友他們發現情況不對 發現他們身邊有人得了病 發現醫院裡面有很多人出現了這種相同的症狀 而這些症狀跟過去的那些肺炎,跟過去那些疾病又不一樣 所以在網上去把它曝光,結果武漢市公安局 就為了阻止這件事情曝光 一次就抓了八個人,在元旦抓了八個人 那麼在抓的同時他們還在網上進行大規模的消音 刪帖封號,不讓大家談論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又沒有得到整個國家的人民的關注 沒有得到整個體制的關注,這件事情又被壓下來了 一個黃金的時期又被錯過了 那麼一直到了1月19號 這件事情才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他們才派出了一個專家組 1月19號,這個疫情最初爆發的那個時間 已經過去了50天了,那個時候再去都已經太遲了 而且甚至是在那個時候,武漢的這些官員還在逆天而行 他們為了告訴全國,說武漢人民不怕 武漢不相信這個病毒,武漢的士氣高得很 他們還做出了一些愚蠢的動作 比如說在1月19號,他們在武漢的某個區 他們舉辦過一次有4萬個家庭參加的大聚餐 一共各個家庭都出幾個菜,一共有幾萬道菜 那都擺到一起,就是想告訴人民 告訴全國,說武漢現在士氣高昂得很 人民不怕,非常愚蠢 你不怕病毒,病毒就不來傷害你嗎? 照樣他傷害得更厲害,而且武漢市旅遊局還向全社會 說要發放20萬張到黃鶴樓的旅遊的免費的門票 就是想讓大家促進大家走到一塊 走到一塊的病毒傳播的不就更厲害了嗎? 他們本意當然不是,我相信不是要故意的去傳播病毒 只不過是按照他們過去的一貫的傷勢當作喜事辦的這種做法 一貫的違反自然規律的這種做法 他們要做出一種,他們能夠處理這件事情 有信心處理這件事情,想表達出這樣的一個意願 想釋放出這樣的一個信息 結果這些動作肯定就會讓這個病毒擴散的更快 讓病毒在人和人之間傳播的更快,非常的愚蠢 就是到了最後他們宣布要進行封城的那一天 他們還犯下了一個重大的愚蠢的錯誤 就是1月23號早上凌晨,武漢市市委書記就公開的宣布要進行封城了 但是他也告訴大家,封城正式開始的時間是早上十點鐘 從兩點鐘宣布到十點鐘,在中間有八個小時的時間 在這個八個小時的時間很多的武漢的市民就得到了這個消息 就產生了恐慌的情緒,大家就連夜逃出武漢 所以那天晚上和那天早上,武漢周圍的那些高速公路上面 那都是車水馬龍,擠得水泄不通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讓整個的封城破局的最後的一個大動作 封城就是要阻止那些帶病毒的人離開這個城區 讓他們在城市裡面把整個的病毒封鎖在這個城市裡面 但是你在這個時候你告訴那些潛在的可能的帶病毒的人 說我們還有八個小時才開始封城,你們要是想逃的話趕快逃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非常愚蠢的舉動,這就讓整個封城破局了 那麼這麼多的人逃出去了,這麼多的人他們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 可能是帶著病毒的這些人逃到了全國各地 甚至是逃到了世界各地,就把病毒進一步的擴散出去了 讓整個封城就破局了,多麼的愚蠢 我就真是很難想像中共他們這個立淘汰機制 在過去的這幾十年做了多少的工作 把這麼愚蠢的這些人,把他們送上了高位 武漢市市委書記,這個是中共體制內的高官啊 這是部級的官員啊,至少是副部級的官員啊 武漢是一個1100萬人口城市的這樣的一個大城市啊 統治這麼一個大城市的官員,最高的官員 居然是這麼一個蠢獲,武漢是我的家鄉 我真是很難想像啊,湖北武漢居然被這樣的蠢獲來統治 你獨裁,你專制,但是你至少要有一點點智商啊 我真是無言以對,無言以對 那麼現在封城已經成為繼承的事實了 病毒擴散到全國已經成為繼承的事實了 現在關鍵是你封城了之後 在武漢市區內部能不能夠把你的服務做好 能不能夠阻止一場人鬥災難 這是大家現在需要重點關注的 現在看起來呢,武漢市區根本沒有足夠的醫療資源 來應付這一場疫情 我們在網上面看見了很多醫院 現在都是這個患者排著長龍 在夜晚在一個寒風當中在排隊去就醫 所有的醫院現在都是人蠻為患 那麼還有很多這些網友發出來消息說 醫院現在根本不接收人 如果是發現誰生病了,就是給點藥或者打一針 然後就讓你回去,讓你自己主動的自我隔離 現在就是這樣一種方法 而且呢,現在武漢不僅僅是封鎖了 進出整個城區的這些交通工具 武漢市區內部的公共交通也全線的停擺了 那麼那一些人如果是患了病了想去醫院 那一些老人家,那一些行動不便的人 他們怎麼能夠到醫院呢?那些窮人他們怎麼能夠到醫院呢? 還有這1100萬人大家都要進行正常的購物 要進行購買這些生活必需品,沒有公共交通工具 那麼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他們會怎麼樣在今後的這一段時間 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呢?維持不了正常的生活 沒有足夠的營養,沒有攝取足夠的熱量 那麼他們的身體不就更差,更容易感染病毒 感染病毒之後不就更容易對於身體造成重大的傷害 甚至引起死亡嗎? 所以現在武漢整個城市他們處在危機之中 本來封城這是一個保護其他國家,保護其他的地區 也是保護武漢的這樣的一個舉動 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全國各地的資源 都能夠幫助武漢,來把武漢能夠把他的醫療體系 能夠運作起來高效地運作起來去救助這個 重災區的這些受苦受難的人 那現在你不僅僅沒有能夠阻止這個病毒向外面傳播 也阻止了,只是阻止了所有的資源向武漢這個地區來匯聚 所以這是造成的是雙重的災難 現在從這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現在這個體制那確實是爛透了,已經完全完全不能夠 讓它繼續維持下去了 他們在做壞事的時候效率極高 你讓他們強爭強拆,讓他們全世界去大撒幣 讓他們大心土目,修建一些沒有用的政績工程 他們的效率非常的高,但是讓他們去應對這樣的緊急的情況 去讓他們去做壞點好事效率非常的低 而且這個政權他們現在極有可能是要故意的 在全國引起一大批人的死亡 這次疫情傷害最大的就是那一批老年的朋友 這批老年人因為身體的數字比較差 他們的抵抗能力比較差 被病毒感染之後死亡率非常高 現在的死亡率大概是軟病之後大概是3%左右 如果這個病毒在全國大規模的擴散 如果全國所有的人都感染了這個病毒 這是極有可能的,那麼這3%的人就是4000多萬 將近5000萬,而且這4000多萬5000萬人裡面 絕大多數、極大多數都是老年人 那麼這就正好符合中共的利益 中共現在他們最擔心的是老齡化 老齡化了之後他們要付出大量的養老金 這個對中共的現在的這個體制來講 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因為過去這幾十年他們已經把大量的這些 而且中國人民辛辛苦苦掙到的錢 這個積累的這些資源 全部通過各種各樣的大傻幣,通過各種各樣的揮霍浪費 消耗掉了,還有一大批被他們轉移到海外 這個私吞當作私產了 那麼現在沒有足夠的資源去養活這麼大一批老人 而這個時候如果是來一場瘟疫讓這些老人自己在這個瘟疫當中消亡 對於中共來講確實是有好處 所以說很多朋友懷疑我們也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 絕對不要低估這一幫人他們邪惡的程度 那麼今後到這一場災難過後 大家一定要想一個辦法,一定要結束這個體制 否則這次災難那不是最後一次 今後還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那麼怎麼樣能夠在這次災難之後 大家採取一個什麼樣的行動來阻止這一場 阻止這個政權繼續作惡 這是需要大家一起來探討的 那我的建議是等到災難結束以後 大家在網上發起一個行動 國殤日的行動在全國各地一起來悼念 讓全國各地那些滿懷悲憤的人 大家走到一起,讓這種悲痛把它化作是改變社會的力量 把悲痛變作變革的動力 那麼我們就可以為自己,為今後的下一代 也為我們的老年的朋友,為我們的父母的這一代 為他們創造一個比較安全的生存的環境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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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